台湾和美国是彼此在印太区域重要的经济和安全伙伴 我们共同对抗疫情也一起捍卫民主自由 31号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借鉴美国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访问团 期待深化台美区域安全合作和双边经贸关系 对于美国政府所倡议的印太经济架构 台湾会持续向美国政府表达参与的意愿 而我们也期待在短期内台美将以转新的作为 一起规划出具体的途径 共同深化台美双边的经贸伙伴关系 达克沃斯身为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 去年6月也曾搭乘钻机访台 宣布美国捐赠台湾75万剂疫苗 今年5月中旬达克沃斯再与51名参议员致函美国总统拜登 呼吁将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架构 5月27日达克沃斯更提出 2022年强化台湾安全法案获得跨党派支持 随后行政院长苏娟昌也与达克沃斯进行会晤 随后行政院长苏娟昌也与达克沃斯进行会晤 达克沃斯强调台美关系并非老大哥与社区的卫生 老弟的关系 另外达克沃斯本身除了是退役军员 也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 因此达克沃斯此行也将拜会国防部 就台海安全议题进行交流 另外也会与经济部长王美花等主管经贸官员会晤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见论张其林 台湾台北报道